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乘坐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其安南斯拉夫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了世界热点地区,最终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方各个斯拉夫民族抱团,结成的南斯拉夫国家完全解体。 而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世界地图上出现了好几个新国家。 有些感兴趣的朋友看到这些新国家的版图之后,恐怕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南斯拉夫虽然是由六个共和国组成的,但它长达2100多公里的海岸线,几乎都由克罗地亚一个共和国所占据,1777公里。 而剩余的少量海岸线,则分数黑山293公里,斯洛文尼亚46公里,和波黑19公里。 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则是一公里也没有。 那么,这种比较奇特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克罗地亚超长的海岸线地区大部有一个专有的地名,叫达尔玛提亚。 这么叫是因为它和现代克罗地亚的主体曾经长期是两个彼此分离的地区,也就是夏图里所逝的这个地区。 根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二世纪,这个地区被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古民族伊里里亚人的一些部落所占据。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落叫达尔玛泰部落,达尔玛泰的意思就是绵羊。 后来这个部落的名字也就成了达尔玛提亚地区名字的来源。 公元前168年,罗马帝国占领了达尔玛提亚地区,这里成了罗马帝国伊里利亚省的一部分。 后来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地在公元六世纪开始有了斯拉夫人定居,之后,斯拉夫人逐渐在当地占据了上风。 公元七世纪,斯拉夫人在当地建立了达尔玛提亚,克罗地亚公国,但周边一些城邦仍然沉浮于东罗马帝国。 因为都是沿海地区,所以这些公国和城邦也和当时的海上强权威尼斯共和国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 后来,这里的斯拉夫人和原住民也逐渐发生融合。 公元九二五年,克罗地亚王国建立,日渐衰落的东罗马帝国也认可了达尔玛提亚地区,是其势力范围。 克罗地亚人开始成为达尔玛提亚的统治势力。 公元一二零四年,东罗马帝国被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灭亡之后,达尔玛提亚成了维尼斯共和国和匈牙利争夺的势力范围。 但匈牙利很快在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中被灭国,其国王甚至一度逃到达尔玛提亚避难。 匈牙利虽然不久后复国,但在达尔玛提亚地区渐渐不敌威尼斯。 从公元一四二零年开始,威尼斯成为了达尔玛提亚的统治者。 但因为威尼斯只是一个海上强权,而不是陆地上的大帝国,所以其势力就局限在了达尔玛提亚这个沿海地区,没有进一步向巴尔干内陆发展。 威尼斯对达尔玛提亚的统治维持了长达377年,也使当地形成了和其他巴尔干斯拉夫地区非常不同的文化形态。 但在这一时期,残存的少量达尔玛提亚原住民,仍然生活在达尔玛提亚南部的一些城邦里,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接受威尼斯人的统治,但又无力抵抗。 所以,其中的一个城邦,杜布·罗夫尼克,把自己北部沿海的少量领土,卖给了当时已经扩张到巴尔干,实力也很强的奥斯曼帝国。 而奥斯曼帝国则将这块区域并入了自己的波黑行省,这就成了波黑那19公里海岸线的来历。 但进入公元18世纪之后,威尼斯共和国不断衰落,最终于1797年被拿破仑灭亡。 拿破仑先把达尔玛提亚交给了奥地利,很快又将其直接并入法国领土,后来又将其交给了自己建立的傀儡政权意大利王国。 但在公元1815年,奥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又从法国手里夺回了达尔玛提亚,并在公元1822年正式将其并入自己的领土之中。 而这时的达尔玛提亚其实人口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当时在达尔玛提亚的农村地区已经主要是克罗地亚人,所说的语言也基本是克罗地亚语。 但在城市地区,因为受威尼斯几百年统治的影响,意大利人还很多,主要语言还是意大利语。 而且,当时这个地区和克罗地亚其他地区,虽然都属于奥地利帝国,但达尔玛提亚是归奥地利管辖,而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则是归在奥地利内部自制的匈牙利管辖。 所以,双方在行政区划上还不是一个体系。 不过,奥匈帝国统治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肃清了意大利对当地的影响。 同时,由于当时和克罗地亚以及达尔玛提亚相邻的南方斯拉夫地区,还都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所以,达尔玛提亚是克罗地亚人领地的状况,在此时得到了加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匈帝国崩溃,达尔玛提亚北部重归意大利统治,南部则并入了几个南方斯拉夫民族联合组建的南斯拉夫王国。 1939年,达尔玛提亚成为了南斯拉夫王国克罗地亚省的一部分。 可以说,在此时,正是和克罗地亚其他地区成为了统一的行政区。 但仅仅两年之后,南斯拉夫王国就在二战中被德裔法西斯灭亡。 之后,达尔玛提亚大片领土被并入了意大利。 许多意大利人重新移居当地,其余部分领土则成为了纳粹扶植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大量达尔玛提亚的克罗地亚人加入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之中, 也使当地成为了南斯拉夫最为活跃的游击区。 二战,德裔战败之后,南斯拉夫重新统一。 当地的意大利人几乎被全部驱逐。 达尔玛提亚大部则成为了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一部分, 只有南方一小块区域被划给了黑山。 而达尔玛提亚以北的伊斯特里亚地区, 则成为了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缓冲地。 特里亚斯特自由领。 1954年,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达成协议。 特里亚斯特自由领被两国瓜分, 归属南斯拉夫的区域被划给了斯洛文尼亚。 这也成了斯洛文尼亚那46公里海岸的由来。 而在南斯拉夫时期, 其实当地也有了塞尔维亚等其他民族。 在1990年8月17日, 在南斯拉夫走向解体的前夜, 聚居在达尔玛提亚北部克宁市附近的一些塞尔维亚人, 为了阻止克罗地亚独立, 曾组织起来把大量原物堆在道路上, 切断了联络达尔玛提亚和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的道路。 此次事件史称原木革命, 最终成为了南斯拉夫内战的导火索。 而南斯拉夫内战最终以克罗地亚的完全独立告终, 达尔玛提亚也随克罗地亚其他地区一同独立。 所以,总体来说, 克罗地亚占据了南斯拉夫绝大多数海岸, 是数百年历史各种因素堆积的结果。 因为海上强权威尼斯曾经长期占领克罗地亚沿海的达尔玛提亚地区, 所以造成了当地与巴尔干其他斯拉夫地区的长期政治分离, 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与民族构成。 之后, 在奥匈帝国时期, 意大利影响消除, 又使克罗地亚人在当地占据了绝对优势, 最终形成了克罗地亚海岸线极其漫长的现状。